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在台湾有好几个国际知名的文化表演团体 像是云门舞集跟幽人神鼓 大家都非常熟悉 不过就在今年5月 文件会升格为文化部的同时 幽人神鼓却宣布 他们因为经营上的困境 必须要暂停创作三年的时间 这样的大动作立刻在艺文界 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长期以来政府都把扶植文化创意产业 当作重要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像幽人神鼓这样的模范声 还是摆脱不了经营跟创作两难的困境呢 政府现在的补助政策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盲点 就与幽人神鼓来说 他们的一些经典之作 像是金刚星还有听海之星 在当年都是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创作完成 但是现在为了拿到政府补贴的钱 必须要每年都有创作才可以 这对他们来说还真的是非常沉重的压力 而现在我们就要邀请大家 跟着独立特派员的脚步 一起到老泉山上 来聆听幽人神鼓宁静的鼓声 还有他们的心声 幽人神鼓的鼓声 急破了彰化监狱的高墙 写助曾经误入歧途的兽行人 在舞台上鼓舞重新出发 但同时间 幽人神鼓却陷入经营困境 最忙的那件事情就是 就是年度公元 可是收入最少的就是年度公元 所以这是一个无法用 就是说那个金钱去对等价值的一件事情 道义合一的幽人神鼓 面对艺术创作与剧团经营的两难 要如何重新找回 如磅礴鼓声般的力量 幽人神鼓经营作品听海之星 在1998年亚维农艺术季的演出 让这支来自台湾的本土艺术团队 站上国际舞台名阳四海 La Mode就是那个法国世界预报的爆评 因为他们这个爆评一登出来 就是亚维农最关键的评论 他说相传 就是说大家都在口耳相传 来自台湾的YouTheatre的 这个听海之星 是今年最好的节目 结果果真 那个爆评出来之后 从此幽人神鼓世界摇曳不断 亚维农艺术节就像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后幽人神鼓每一次的演出 观众掌声总是久久不停 然而鼓声极静 掌声停歇后 幽人神鼓的演出 其实才真正开始 道一合一是幽人神鼓的创作精神 而终点其实也是起点 木炸老全山上 老云在空中静静盘旋着 这是幽人神鼓的起点 三十年前这只是一片荒地 创办人刘若宇带着团圆 田手之竹搭起了一座凉亭 一座舞台 从此幽居团在这儿落地生耕 有家 每天一早团员们聚集在这儿 准备一天的练习 彼此很少说话 却有绝佳默契 简单暖身拉筋开始产作 闭上眼睛团员们悠游在外在的 虫鸣鸟叫及内在的情绪翻腾中 还有两只小黄狗和四肌耳洞的蚊子 不时来干扰 不过跟随着呼吸 这份静定正在提炼团员内在的素质 禅作会把一个人内在的 会有某种内在的了解 我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透过这样的内在的了解 在艺术上的作品所创作的时候 它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对照 有力量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反省 第七路 一握肚拳 二扣拳 三弹拳 四十字辽阴腿 打坐的专注现在要用在打拳上 团员来回练习 武术和表演艺术的首演身法部是否协调 黄志群盯个紧 一招办事丝毫错误都不放过 收了啦 你看这个动作音乐在里面 你看 这音乐在里面 打坐 打拳 打鼓 这是优人神鼓团员每天的功课 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基本功 为了是能有精彩的演出 过程当中我们都非常的放松 然后在出拳的刹那的时候 我们才集中力量去达到那个最大的力量 打鼓也是这样 它在非常放松的状况的时候 就在那个颤螺之间 那个声音就出来 而那个声音是非常集中 非常的 非常的 串透的 那这样的鼓声呢 它就会产生出一个 具有串透性的 一种力量跟声音出来 正如打坐 打拳 打鼓被巧妙融合 优人神鼓的演出之所以特别 正因为每个团员身心与鼓声合一 呈现的艺术层次 让观众感受到那份由内而外 专注当下的力量 16年前 毛岁自建加入优剧团阿努拉 和终身带的团员张亚伦说 优人神鼓的训练 不只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学习 也是身心修炼 打鼓已经和生活融为一体 师傅常跟我们说 就是要活在当下 然后要去觉知 其实这部分 刚进来的时候 你当然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到后来 大概五年 五年六年 我才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到 你活在当下 以及去觉知这件事的重要性 譬如说你在做动作 其实不是只是外在动作 你知道你哪个地方该怎么做 你的气 你的身体 你的重心 该往哪里放 其实会有 中间有一段时间会开始 怀疑 可以说怀疑 我要继续走 怎么走下去 我要走去哪里这样子 可是当我们继续做继续做的时候 会发现说 其实你同一件事一直做一直做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会产生出来 OK 不是那个鼓的问题 是整个空间的问题 不好意思 同学我们事发事发再走一次 带着面具的演出者全都是彰化监狱的受刑人 他们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排演 刚从新加坡回国的刘若宇 以下飞机直奔表演会场 不断调整最后的细节 再吸一口气 你会有太多时间看鼓 其实打得都完全没问题 你就看他们就看 这样 就是这个其实是这个曲子比较快乐 我们集合一下 你们都OK了吗 在被这么多的人关照 关注的状态下 可是你如何安静地 自在地 把你学到的东西 一五一十地做好 这就是艺术家 你知道 就你开始知道就说 我虽然别人在看我 可是我很安静地 很自在地 因为你们已经是按部就班 功夫都已经在身上 也不用紧张 不用担心 吸气到胸部 三年前 幽人省古汉彰化监狱合作 在两千多位受刑人中 选出了16人进行训练 接下这个挑战任务的一报老师 对和这些特殊学生们的第一次见面 仍记忆犹新 后来我们那个行政 他就拿那个 他们的过去的丰功为一 就是有这些学生这样 没有三两三 不敢上梁山 要让这些曾经成兄 豆狠的学生们福气 需要真功夫 他们会想要跟老师 要看有多少的能耐 对 然后我就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有打过那个 鼓阵 还有八家教 那个出来的 对 所以好 那你打一段 他就打 然后就还我打 好 那老师打 就老师打 打尸骨 老师会耶 当然会啊 从学看谱 听古典 到为了不发出太大声响 以杂志替代大鼓 利用时间持续不断地练习 这不是一段简单的路 但他们做到了 谢谢老师 他们打鼓 给我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感动 我常常 他们学会 然后一起打的时候 我常常就会掉眼泪 第一场的表演 这在台湾来讲 应该是没有的 然后整个观众 表演完的时候 整个观众 满满的观众站起来 然后全部一直鼓掌 那种感觉是 难以形容的 你觉得说 你这一生 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坚寿行人和幽人神谷 开始结合巡演 每次的演出 都必须出动大批介护人员 然而当这些寿行人 卸下手套脚疗 换上舞台服装 拿起果棒 他们的身心重获自由 解脱心灵树 如张坚寿行人 挡出撼动人心的鼓声 舞出折服内在的律动 两位寿行人 后来更成为 幽人神谷的正式团圆 更为这些人生 走过岔路的同学们 带来鼓舞 不管未来 他们是否继续打鼓 他们都在鼓声中转化 看见自己坚定未来的路 我比较高 比较知道 我比较舒不起 对 可是我慢慢 我开始搭鼓 学习舞蹈 我开始觉得这些东西 可以慢慢地转移 可以慢慢拿掉 因为这些东西 并不代表它就是一切 我会从 打鼓这方面去 往后日子 我去回到社会 就是把这个态度 把它转换成 我去以后去上班的 看我去工作职场上的 也是一样 就像 就是用心 也是要用心这样而已 因为神谷带给受刑人 重新出发了力量 但剧团本身 却面临另一个转类点 长期被视为 艺文团体模范神的 幽人神谷 宣布暂停 创作三年 为台湾艺文界 投下震撼感 优人神谷剧团 陷入经营困境 不得不暂停创作 文件会主委龙印台 得知消息后 亲自上山探访 一方面表达关切 一方面也坦言 政府在艺文资源的投入上 确实太少 像是一年补助全国表演团体的经费 也才3.6亿 政府的部分是用在文化上的预算太少 那个饼太少是最大最大的根本的症结 优人神谷是文件会从第一届扶植团队 补助至今的艺文团体 不过根据评鉴规定 每一年都要提出售票演出的全新创作 还得兼顾六十多人 每月近三百万的开支 从前年开始 创办人刘若宇发现 剧团的经营陷入内外煎熬的困境 刘若宇强调 幼剧团的经典作品 《亭海之星》 《金刚星》 都花了三到四年的时间酝酿 才打造出那份纯粹的原创性 现在为了生存 却得牺牲对作品的坚持 他很痛心 你最伤心痛恨的事情是 你明明看到时间之外的演出 这个要在国家剧园公园了 可是它的时间根本不够 就是创作的时间根本被压缩 有很多的需要修改的地方 根本没有时间修改 当师傅的棍子一落地 你们就走出来 虽然政府大力扶植文创产业 但整体补助预算有限 表演团体始终摆脱不了 艺术和生存难以兼顾的宿命 刘若宇希望政府的评鉴补助制度 能够给认真经营的表演团体 多一点弹性空间 我是觉得创作这一块 可以把时间放宽 就是说不管是旧作 不管是新作 那如果你三年申请一次 这三年当中 你一定要有个新的作品 那这个中间你要演旧的 或者你不演 那是你的事 但是呢就是说 你好歹三年你要有一个新作 但是就以三年为一个申请机制 那让不要每一年都去 都去 都去 大家也可以休息一下 优人神谷暂停创作 也代表无法再申请文化部 扶植团队的补助 断了剧团多年来赖以为生的根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然而转念一想 却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所以其实停下来不做创作 不是说不要去创创作 而是我要花三年去做创作 从心力交瘁的压力中抽身 回到艺术创作的原点 刘若宇说将寻求募款赞助 来维持剧团运作 而另一方面 培训景文高中的青年幽人 则要建立幽人神谷的永续传承 痴嫩的脸上 专心听着老师讲解 努力挥动鼓棒跟上节拍 庸人三六表演工坊 结合音乐武术表演 全方面的训练 让年纪轻轻的孩子脱胎换骨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 所以就是很保护自己的手 然后就是在刚开始打鼓的时候 手会抹很多水泡 然后但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所以水泡都会打到破掉 还要继续打 然后到最后会变成就是血泡 这样 然后就是手很痛 但是还是必须继续打下去 对啊 但是其实撑过来就好了 培养一个幽人至少要三年的时间 能登上舞台得靠更长的琢磨 量力上台靠功夫 优雅下台则是艺术 幽人神谷震撼人心的鼓声 本来自内心的宁静 而这一次暂停创作的转身 则试图找出另一个 道义合一的新出路 除了幽人神谷之外 在台南还有一支石谷吉乐团 以在地的乡土味打出了一片市场 也成为游览车必到之处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了 下个星期我们有更多的报道 现在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马上回来